大家好,我是Shiori 今天會教大家做淡仔 裡面會說到兩個tips 就會令淡仔更像淡仔 材料方面有腹皮和竹生 腹皮早一晚浸定 竹生做之前一個小時浸就可以了 我買了本地的腹皮 豆味會比較濃 然後是芽菜和韭菜 洗乾淨之後就把韭菜切斷 份量都按自己的喜好加減 湯底用豬骨湯 雞湯也可以 不過味道就不太像淡仔 然後就是很重要的花椒油和辣椒粉 究竟那碗湯是多少小辣多少辣呢 就全靠這兩種材料 接著就是淡奶 淡奶其實對味道沒有很大影響 但要令到我們顏色很像淡仔的奶白色 就一定要加淡奶 然後是米線 普通超級市場都會買到的 首先煮熟米線 再過冷河 時間就跟著你買的牌子 去後面寫要多久 然後是豬骨湯加水煮滾 如果想湯底有鮮味 但又不想加雞粉的話 可以加鮮菇粉 我平時煮菜都很喜歡下去 然後是放花椒油和辣椒粉 一定要煮滾 這樣才可以令到油、粉和湯融合在一起 變成我們平時在淡仔看到的顏色 然後就把所有底料和米線放進去一起煮 最後就試一下你的湯鹹不鹹 如果不夠鹹的話就加一點鹽 這樣一本好像... 我想也有九成次的探仔就完成了 希望今天這個影片幫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